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花花來幫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最近很夯的MUMAX的這個 Pocket 3的那個平衡手臂怎麼用 說到MUMAX台灣代理商是潤城 對潤城公司 所以說如果要買MUMAX的這個減震幣的產品 記得要找潤城公司或 他這個售後服務才會比較好保障 裡面有一個這個產品的簡單QR Code 應該可能教學 然後有一個收納的袋子 減震幣的本體 這個保護這個吸盤的 因為吸盤久了它是橡皮久了可能會老化 所以還是要把它保護起來 我這裡其實有一支我們公司自己買的 那花花就來這邊幫大家簡單介紹它要怎麼使用 我們從它的結構來看 第一個這個下面是一個吸盤的部分 那吸盤的部分如果我們今天要吸在一個地方 我們記得這個地方要先清潔乾淨 不要讓它凹凸不平 或者是上面有一些灰塵 這樣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吸附的能力 那第一個我們就先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之後我們就開始按壓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抽真空的動作 當我壓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慢慢變真空了 那剛剛紅色的那個停止線 那個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紅色的線看到就表示有危險 表示它裡面不是真空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可以拿起來再重新按壓 或者是我們就再給它壓幾下 讓它一樣吸回真空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非常的穩固 非常穩固它就扳不動 用我身體的力量它也扳不動 除非它整個結構已經被破壞了 這樣子 對這個是吸盤的部分 然後再來如果要鬆開它的話 這裡有兩個旋鈕 這有兩個這個地方 這個按鈕的地方 我們就是用這裡壓著 拉開你看它就鬆開了 對所以說今天我們今天要到一個地方 要把它吸住先把它壓緊 不壓緊也可以 但是我們自己習慣安全的習慣 我們先先把它破緊之後 再來開始吸氣 這樣會比較容易 然後第一個完成了 我已經吸附完成了 那再來就是減震幣的調整 這個隨著你吸附的角度不同 通往往這些東西會吸附在車子上面 我等一下有空的時候 我就帶大家去吸附在車子上調整各種角度 給大家看 對這個可以往後往前 對那這個角度我們就是 避開我們的車子的部分 然後我先鎖上我們的Pocket 3給大家看 它這個就是一個四分之一啊 下面有一個防滑的電片 就是讓你Pocket 3可以確保安全的鎖在上面 那這個我就把它鎖上來 我就是像這種 上下已經切色了 切上影下黑 把它鎖上來 好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現在目前Pocket 3是裸機 裸機 所以說我發覺不用上任何的砝碼都可以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的客人可能Pocket 3上面會加廣角鏡 或者加五線麥克風 甚至加它的那個 觸龍 它可能會比較重 所以說在這裡有砝碼可以加 它有附兩個砝碼 還有一個固定砝碼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 那其中在調整這個穩定器 平衡臂的這個部分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盡量讓這一軸 跟地面是平行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製震的效果會最好 是因為說它往下有空間 然後往上有空間 對 那這個角度的調整 隨著這個有可能會做改變 你看 其實我這個往後的時候 你看它這個平衡壁 可能就不是平行的 雖然也可以用 但是Pocket 3還是會幫你達到平衡的效果 但是這樣並不是它最佳的狀況 所以當我這個角度調整的時候 這裡 也要跟著調整 對 我們還是要盡量讓我們的 這個壁是平衡的 第一個是跟地面是平行的 所以說當我這個角度調整的時候 我還是會習慣去調整這個角度 讓它跟地面平行 這樣我可以打到最佳的 避震的狀況 再來是說這個下面 這裡有一個可以調整彈簧的阻尼 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旋鈕 我可以去控制彈簧的阻尼 那如果你今天遇到比較 硬的路 就是說比較崎嶇的路 你今天需要 要它避震更穩一點 你可以把它彈簧往內壓一點 這時候就可以得到比較硬的阻尼 對 那我當我鬆開的時候 鬆開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軟Q一點 對 所以說 你這個彈力的程度 取決於你這個彈簧的阻尼 是這樣子 對 那另外的話 其實我們也測試過了 這個 它除了Pocket 3之外 一些小DC它也裝得上去 我們來試給大家看看 你看 其實它也可以達到平衡的效果 我隨便調了一下 下面是這個 下面是 可以 你看 就算我們加了 一個很簡單 類似RX100的小相機 它在戶外 當我們地面搖晃的時候 它的Z軸 也可以達到平衡的效果 是非常的方便 那 另外如果你需要上砝碼的時候 它就會加在這邊 然後 這個可以刷在這 那有一些安全繩 他們也可以把它 束在這裡 就會比較安全 你看我可以把它 夾到緊 最緊 破到最緊 這個記得要破緊 因為當你 當你破緊的時候 你在震動的時候 這個才不會跟著一起晃 對 你也可以增加它的 穩定性 對 再來 我們 如果今天 搭比較重 或者是比較輕的相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砝碼 來調整平衡 對 這就是簡單 Mumax 它的一個 Pocket 3的 運用 那 目前 以車拍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的 非常方便的選擇 因為以往我們可能要 真的要租貨車 或者是 攝影師可能要薄命 趴在那裡 拿著它的單元 或是拿著它的三軸 穩定器 那 或者是 用專業的 車拍套件 可能有鐵頭 或木裂齒 本身就有大型的車拍套件 但是動輒要 三萬塊 甚至十幾萬 所以說 如果你今天 手頭上有Pocket 3 然後要第二機 第三機 要很方便的機位 然後來拍一些 跟車 或者是 比較極限的 畫面的時候 這是一個 還蠻好的選擇 那下一個畫面 我們就 直接到 車子旁邊 我們去 示範說 我們在 車的 前方 後方 或者是側方 如何來駕這個 Mumax的 Pocket 3的 減震幣 好的 那我們現在 來到了 路上 我們一台 同事的車 我們就 嘗試著 把這個 Mumax的 減震幣 裝在它的車上 看看會有 怎樣的效果 通常我們 車拍的話 大概有 兩 兩到三個 經位 有可能是說 我要拍 後面的車的時候 我就要裝在 這個車的車尾 那我要拍 那台車的 車尾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裝在 前面 那很簡單的 我們要盡量 找比較平面的位置 不要找這種 有角度 因為有角度 這個吸盤過大 有可能會 吸不大住 所以我們盡量找 平一點的位置 然後開始 吸氣 好的 有感受了 然後 第二個我們就調整 你要拍攝的角度 這樣子 對 那當然 剛剛我們 在示範的時候 都是往上的 往上部分的拍攝 對 沒有錯 但是有時候 我們需要一些 比較低角度的拍攝的時候 這個方向是可以轉換的 這邊 你看 其實我也是可以 往 往下 對 往下去做拍攝 然後 我把位置調到 正好的 好的 這樣子應該就是一個 比較合適的 角度了 這樣子 那我Pakistan 只要開機 他就會運作 但是 反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不要用 鏡頭的旋轉 360度 因為有時候 車子上 路上可能會有 石頭會去敲到你的 相機 或者是螢幕 所以OK的話 我們就讓他轉邊 對 你看他就可以垂直 往後去做拍攝 但是在架設好之前 我們要先 測試 這個搖壁 他彈性的程度 因為有可能你遇到很大的窟窿 他這個減震的時候 不小心他就你的相機 就去敲到你的車子 對你的相機會毀損 或是對車子會有烤漆的受傷 比較不OK 所以 裝設好之後 我們先確保說 這個彈壁的 他的範圍 是不是在我們合理的範圍 而不會去敲到我們的汽車 大概這樣子使用 其實就OK了 那我們就可以 然後上個安全繩 我們就可以開車 就很輕鬆的 你的相機在戶外 然後 你用手機直接無線跟他連 你就可以看到你取景的畫面 甚至可以跟車 非常的方便 這是在車子的後面 那我們來看看車子的前面怎麼樣 一樣把它拿起來 好的 車子的前方其實也蠻簡單的 可是 前提是我們要先把車子前方清乾淨 因為剛好這車在路邊有點灰塵 我們就是要在這個把車子的前方清乾淨 然後把它壓緊 然後開始吸真空 那如果你真的擔心 會不會真的設備噴的話 有的人他們可能還會多買一個吸盤 吸在這邊 然後把安全繩 套在另外一個吸盤上 這也是一個比較妥當的做法 因為 有時候我們安全繩扣在這邊 結果鬆脫的時候不是這裡鬆脫 是這裡鬆脫 也是有可能 因為 什麼意外都有可能發生 那 鬆脫的時候 我們至少有另外一個吸盤 當作備案 你至少我們整座MUMAX 還會在你的 車子上 這時候我們來調整 我們拍攝的角度 你看 這就有點危險了 因為我在這個震動的狀況下 它有可能你的相機會去敲到 所以記得我們這個調整的時候 我可能會把它架高一點 或伸出來一點 我把它伸出來好了 減少這個搖臂的狀況 然後再來是我一樣要讓它達到 跟水平面平行 然後再把它鎖緊 這樣子其實我們就可以往前拍攝了 那一樣我們要去測試說 我今天到底這個範圍 會不會去敲到我們車子的板筋 或者是前檔的部分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以真的上路去做一些車拍跟拍的動作 大概是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拍的是車子的側面 有的人他們喜歡 很長的運作是拍那個 輪胎運轉的過程 我們就會把這個東西攜在這邊 現在這邊 然後一樣往下壓 好的 往下壓 那跟剛剛比較不同的是說 這個時候我Paki3只要調整角度就可以了 我們一樣讓這個盡量跟地面平行 配重做好 然後 我只要往前 或者我今天想要往外拍攝 我的車子可能在我的左前方 我只要控制我Paki3的角度 就可以達到 想要拍攝的效果 那他一樣會有Z軸減震的效果 這樣子 一樣會有Z軸減震的效果 所以這個Mumax的這個減震壁 他其實除了在車子的前方 車子的後方 或者是車子的側面 他都可以達到我們應該想要 取得運鏡的地方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震 那今天的簡單的介紹就大概到這邊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小巧的玩具 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來營造很大製作場面的效果 大概Pocket 3可能2萬塊左右 然後這個我記得大概4000塊左右 我們就可以達到一個非常簡單車拍 而且穩定又漂亮的畫面 那花花這邊再幫大家介紹到這裡了 那門市也都有直接的陳列展示 歡迎請大家直接來試玩看看 好的謝謝大家